說到剪紙 你是不是第一個就想到 洪通通很福氣的傳統年節剪紙呢 其實剪紙也有很多不同的風格 正在臺南舉辦連展的兩位現代剪紙藝術家 用作品告訴你剪紙藝術的新風格 或許今年過年家中的剪紙 也可以趁著新年換個星期下 兩位藝術家一把剪刀一疊色紙 似乎可以就這樣玩上一整天 聊天內容很生活也很特別 這也是他們共同的創作方式剪紙 這個可以放在上面 然後就變一個腳印 從瞪大眼睛的貓頭鷹 尾巴還沒消失的小青蛙 到穿著拖鞋上街抗議的社運題材 都能用剪紙來表現 潘嘉欣和古國軒 會選擇一起辦展除了氣味傷頭 還彼此崇拜 看對方作品的過程中 其實你會覺得說 這個人好酷喔 好酷喔 好想要 對 就約說好 一年前 就約說好 我們來做一次連展 接下來一年我們就 光暈四溅的就是流逝了這樣子 等到要辦展覽的時候 這兩個人就覺得這麼辦 很想做可是很想睡 靈光一閃主題就這麼定好了 睡一閃不僅是兩人的問候雨 睡覺 起床 夢境 全都成為他們探討的命題 這也很好玩 就我有跟嘉欣聊過 我在做夢的時候會飛的 就這種場景 對 可是問題是我飛得很不好 就是我飛飛就是 我想要是屬於墜落 然後要很努力的又拉起來 或者是會撞到樹啊 因為這次其實雖然沒有先約好 可是兩個人都很自然的 會做到飛行的一個意向 可是我也是會在夢裡頭 飛來飛去的人 生活受挫的時候 有時候會想說要睡一下 在夢裡頭飛個兩圈 心情會很好 所以 兩人認為剪紙創作 雖然有著不可逆的難度 但只要換個方向 角度 再看一遍就會有驚喜 可是因為剪紙或者剪刀 它會讓你有限制 它會比較難 沒有那麼容易控制 相對來說沒有那麼容易控制 這樣做的時候 我必須去接受那些 沒有辦法預期 或者是那麼精準的東西 曖昧的創作理念 透過剪紙表現得更加明確 看著兩人拿起剪刀畫開紙張 失憶的作品跟他們一樣 天馬行空卻很實在 再看一看